2020南投灯会除了精彩的光碳、水舞等表演节目外 县父也特地加码前年大受好评的SAP历史华奖 在茂洛西畔安排多位教练及救生员 指导如何在华奖板上站立、考验平衡感 教学体验中心教练表示 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来操作华奖 这是很简单入门的水上体育活动 这项SAP历史华奖 在山清水秀的日月潭十分盛行 而茂洛西也拥有这项优势 县议员张家哲欢迎大家踊跃现场报名 也希望借此带动南投市新兴的水上运动休闲风 今年在我们南投市的这个茂洛西畔 配合我们的南投灯会 由SAP历史华奖的这些教练 带来了这样子的华奖的体验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南投市 或者甚至我们南投县里面 已经全国各地的民众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这样子的一个亲子活动 不只是可以来到我们南投来观光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不只是推销我们南投的观光之外 更重要是可以推展这样子的历史华奖的活动 可以让亲子共同同乐 也可以培养小朋友或者大人的一个另外一项的兴趣 体验活动吸引许多亲子共同华奖 穿上救生衣 有教练在旁协助 感到水域十分平稳及安全 县议员张家哲肯定县府推行SAP历史华奖体育运动 并希望未来能成为猫洛西新兴的水上体育活动 记者往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